究竟鸡蛋买回来应不应该洗呢? 关了斑点又能吃不吃呢? 与其想了这么多 不如过来一起分析一下好不好? 买回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不建议消费者或者市民 将它洗了表面的保护膜 表面看不到的膜 其实里面有一个保护层 这个保护层里面其实是水溶性的 如果你买回来就洗了之后 那个保护层就被你洗走了 相显微镜蛋看一看 其实有很多微小的孔 这个微小的孔里面 当你要浸保护不可以洗走之后 细菌就会有机会进去 整件事里面对蛋的保鲜情况就受到影响了 鸡蛋怎么摆呢? 其实某场大也有少少影响 不可以说太大影响 大家应该都知道鸡蛋通常有两边 一个就是尖端 一个就是挖那边 其实鸡蛋里面的构造 外面有一层膜 蛋壳里面其实也有一层膜 膜的里面当中 其实这里有个气室 通常气室就会在挖那边 最好用它最自然的一个蛋的结构 这样摆的时候是一个最自然的环境 气室在上高的时候也做了一个保护层 如果我们那个空气或者当中的细菌 或者有些什么的东西 它在这个位置相对有一个保护 就不是那么容易入侵到我们的蛋黄 或者蛋液里面 所以相对之下 对那个蛋的保鲜情况是会有帮助的 我们是不喜欢鸡蛋的储存温度里面的 即是又高又低 绝对不理想的 因为阳光热 气体会冷缩热胀的 也都加速了水分的揮发 好了 放回到低温里面 某场蛋当中里面 你说有没有变化 一定有变化 稍为有一笔伤 若然当中里面有少少裂痕 少少微小的细菌进去都好 已经这只蛋已经很发烂了 有没有斑点 这个都是和那只鸡管身品种相关的机会高些 蛋本身的壳没有斑点 其实都会打开的时候 你发觉这个蛋是臭的 所以这种情况里面就是没有一个相关 正常打出来的蛋 漂亮的时候是怎样呢 蛋网是中间凸起 旁边的蛋白里面 是刚刚相围着的蛋网 在中间是很靓仔的 这种样子就叫漂亮 新鲜度高 我们鸡蛋 真的你在外面看不到是有没有困难的 为什么会开始蛋网打出来的时候 会散掉 那个网 或者蛋白开始的黏度下降 其实整件事反映到 这只蛋的黏稠度开始下降 也都反映到那个新鲜度会放越下 四至五只蛋 不同程度的 一个是新鲜 一个是比较没那么新鲜 你会发觉新鲜很重的沉底 不是很新鲜的那些 因为里面的气体里面 开始多了 就会浮 密度会低 就会受浮面的 那一浮的时候里面的气室里面 大了嘛 他就会向上这个位置 就会站立 那这种位置就叫做坏蛋 那正常里面应该就沉 在底下 在盆底下那些就沉 那些就相对下 新鲜度会高一点 那所以其实某场下呢 气室大就浮 气室小就沉 那好眠意看到的新鲜度 嗯